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這個奧斯卡 豐厚的楊子瓊 這個楊子瓊就是拿了這個奧斯卡 的影后 隨著他就是被頒大獎 憑著這個叫做 媽的多重宇宙 在第95屆奧斯卡 獲頒金像影后 成為了第一位叫做華裔 華裔的影后 隨之而來 楊子瓊是遭受 來自四面八方的秋水 大家都猜到了 當楊子瓊就是拿到這個影后 來自各方的勢力 彷彿要把楊子瓊瓜分 到底楊子瓊 其實是甚麼人呢 其實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說說楊子瓊如何被 各方勢力瘋狂抽水 然後我們再繼續研究 到底楊子瓊 到底身份誰屬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還有兩個後備的戶口 一個是星期二日報 一個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敬請大家記得訂閱 我們也誠意邀請各位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也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Patreon是付費的 所以我們就是邀請 經濟能力容許的聽眾 訂閱我們 我們也是保留著 免費模式 也是適合大家支持 付費的朋友 記得繼續支持 這個是我們的主要經營 這個媒體的方法 方法真的很簡單 所以沒甚麼理由不做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讓他播放 欣賞 有時間就欣賞 或者可以選擇快速播放 請大家繼續幫忙 YouTube可以調教播放速度 所以你可以使用增速 敬請大家盡量支持 我們本台也有 做這個 嘗試 做免費的加密貨幣 這個叫做Pi Network 裝了個朋友很簡單 繼續按閃電鍵 這個是一個嘗試來的 因為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到底Pi Network是否值錢 裏面的Pi幣 但是由於是免費模式 所以我們就嘗試了 所以請大家留意 我們一直以來是非常 強調要使用免費的方法 因為我們不想把聽眾和支持者當成是客戶 到底楊子瓶是誰 先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楊子瓶就是被瘋狂 抽水 楊子瓶 很多人都會當他是香港人 其實是有原因 因為 楊子瓶早年就是不斷 拍攝港產片 從楊子瓶的外表觀察 的確 可以說是他 是徹徹底底 華人的面孔 其實我們亞洲區 的人 其實絕大部分 都是有相類似的特徵 如果 大家的衣著 以及 髮型 如果經過刻意調整 其實 你就從外表觀察 你要分辨到到底是甚麼人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同樣的情況 在歐洲也會發生 好像我們昨天 討論這個 蔡天鳳的案件到底是不是英語流利 流出來的片段 他正在看見的那些所謂的鬼佬 到底 是法國人 英國人 還是其他歐洲國家的人 根本就這樣看影片 根本無從得知 我們也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你絕對不是憑 表面可以分到 一個人的國籍 其實這個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 每個人的外貌特徵 他的血緣 絕對不會因為你 政權的國界 而有所分別 因為你政權的國界 的變化實在太多 實在太快了 所以 我們一向也是這樣說 其實應該說 我們這一種面孔的人是華人 而不是 中國人 更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原因也很簡單 就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 解體 你不會立即 變成不是這種人 所以比較正確的理解 馬亞這個 是楊子瓶 他是華人 但是 國籍的時候 現在這一刻 就要清清楚楚 他很肯定 是馬來西亞人 而從他的外表 你就這樣看 你可以說他是中國人也可以 你可以說他是香港人也可以 你可以說他是台灣人也可以 甚至乎你說他扮日本人 理論上也可以 楊子瓶自己 就飾演過電影 做過昂山素姬 即是說他飾演這個緬甸人也可以 這是第一部分 對於個人來說 他的外貌可以屬於多過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的公民身份 應該是只有一個 結果楊子瓶 拿了獎之後 就有多方勢力 多過不同政權 不同的人 尤其是官員 都要出來抽這個楊子瓶的水 結果 香港 教育局 局長楊潤紅 再次出來 刊登 稿件說要恭賀楊子瓶 繼續要把楊子瓶當成是 香港演員 楊潤紅發表文章 又說楊子瓶實至名歸 說他彰顯了香港演員 以及香港電影圈的實力 楊子瓶本人 在獲獎的時候也是相當大體 有多謝就是香港的電影 香港的電影 的確在世界的舞台上面 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雖然今天 已經是色味 但是 楊子瓶出來多謝香港電影 但是他沒有說過自己 只是屬於香港 所以 楊子瓶 又被 變成香港演員 再一次看到 香港的官員的質素 低到一個什麼地步 楊潤紅這個人 完全是一個 靠擦鞋上位的人士 以楊潤紅這樣的水平 根本在正常的地方 你說要做官 甚至乎要做大官 根本是徹底不可能的 偏偏 香港現在 可以說得上是爛到不堪 只有擦鞋子 沒有學識 只是懂得說恭維說話的人 能夠上位 不止香港政府出來抽水 中國大陸 也要出來 祝賀楊子瓶 繼續說中國崛起 亞洲正在崛起 不過也很持平說這是亞裔人士 不過這個《環球時報》還在大大力說 世界各地都有中國血脈 還有中華文明基因的人 越來越闊 到底現在 是中國血脈還是中華文明基因 文明沒有基因 他們為了能夠使楊子瓶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 私人資產 不斷 將概念延伸 只要將概念延伸 就可以將 不同國家 的公民 都納入中華文明的範圍 不禁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假如今天 楊子瓶失敗了 拿不到任何奧斯卡獎項 還有沒有那麼多人衝出來 關心楊子瓶呢 還有沒有那麼多國家 和地方 政府 出來 關心楊子瓶的國籍呢 很大程度上 楊子瓶 可以說是憑著實力 引來各方爭奪 楊子瓶也被找回 19年之前 就是一條被訪問的影片 當時 他介紹自己說我們是中國人 我這裡也要說 其實 所謂的身份認同 這節也要說的是身份認同 絕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其實很簡單 視乎 你跟甚麼人對比 你就會怎麼表達自己 是來自甚麼地方 你面對 是西方的人 例如鬼佬 很簡單 我們的表達 我們是來自東方的人 我們是來自亞洲的人 我們也可以說我們是華人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但是也很明顯地 如果 跟你 交談的對方 來自亞洲 你肯定不會用東方人 或者亞洲人來形容自己 同樣地 所以當國內人 跟我們香港人研究 我們是甚麼人的時候 就算 先不說政權的問題 我們也很多時候 一定會很直接告訴他們我們是香港人 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北京人對著上海人 都會說自己是北京人 上海人也會說自己是上海人 根本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在香港 甚至乎 你對一個住在香港島的人 你會說自己是九龍人 又或者說自己是新界人 所以楊子瓶 在這個2004年的這個 節目裏面 提及自己是中國人 因為節目主持人 問他們 雖然你們家裏是在馬來西亞 但是你們家裏是受到 傳統中國文化影響 所以 楊子瓶當時的回答 就說我們的確是住在馬來西亞 但是我們是中國人 但是 這個已經是19年前的片段 如果翻查 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能在19年前 也會有這個相同的說法 特別是香港 香港我相信 在19年前 我相信絕大多數 在香港接受訪問的人 都會說自己是中國人 所以到最終 其實 這個 國家的所謂身份 其實跟那個個人的認同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 很多的香港人 可以很大聲地告訴你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同時也是英國人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一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